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葬立9月前后 拉萨河谷地区将以开始减弱 天气也没有完全变冷 布达拉宫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粉刷工作 通过泼洒调制的涂料 让经过雨水冲刷的外墙表面泥层得到增补 布达拉宫的粉刷顺序依次是白宫 红宫 黄宫 最后粉刷门窗的黑色边框 可以看到很多前来参与涂墙的民众还带着牛奶 因为涂料中除了白灰以外 还会加入牛奶 蜂蜜 白砂糖等配料 使得涂料更具有粘性可以附着在墙面上 因此布达拉宫也被人们称为最甜蜜的宫殿 因为布达拉宫外墙的涂料配方如此独特 所以很多游客都会好奇布达拉宫的墙尝起来究竟是不是甜的 有没有牛奶的味道呢 小心告诉大家 其实并没有 因为涂料中的主要配方还是石灰 所以小心不建议大家去做这样的尝试 布达拉宫的粉刷现场忙碌而有序 前来参与的民众们兼扛手提互相帮助 不断运送着涂料 粉刷时他们用自带的工具将涂料泼洒在墙面上 在人力无法抵达的地方则由专业人员化身蜘蛛人用涂料喷枪进行粉刷 这一震撼的场面也为前来参观布达拉宫的游客带来别样的体验 按照惯例 布达拉宫的粉刷工作将在丧利9月22日降神日前完成